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林子彤 這個環節先和大家跟進內地和本港股市收市的情況 先看內地股市方面 上證綜合指數收市升51點 收報3281點 申請成分指數收市升250點 收報12474點 滬芯300指數升83點收市 收報4193點 創業版指數升62點 收報2721點 港股方面 有反彈 收復昨天的失地 恆指升471點收市 收報2082點 上回20,000點上 國企指數升179點 收報6823點 科智方面升153點 收報4326點 雖然市有反彈 氣氛好一點 但成交依然是少 港股缺水的情況依然持續 全日只有827億多 又看看明天的做法 個別股份或個別板塊 都可以和大家看看表現 先看汽車股 中氣協抹出了數據 7月份新能源汽車產量和銷量 按年都齊齊增長1.2倍 純電動車的產銷量 按年分別增長1倍和1.1倍 而透7個月累計 新能源汽車的產銷量 按年都大升1.2倍 純電動車的產銷量 同比增長大約1倍 所以今天看到新能源汽車 都有少少資金流入 理想2015全日升大約3% 小鵬升大約半成上來 蔚來升幅更顯著 全人升大約7% 龍頭比亞迪和傳統車股 升幅比威少利少 比亞迪全日升大約2% 傳統車股175升大約2% 長氣方面升大約1% 全日收報11.5號4 除此之外 同大家看看華控半導體 第二季的業績 第二季的純利按年升到九成 不過按季就要跌成1.8 銷售收入按年增長 第七成九 再創歷史新高 集團也有第三季銷售收入的Forecast 大約6.25億 毛利率大約在3.3至3.4之間 之前半導體股或芯片股 也是向上的 主要是有芯片國產化的憧憬 不過1347今天出完第二季的銷售收入之後 最高上的27.3大之後 都要縮下來 全日升大約3% 收報26.15 中心也是升大約3% 全日收報17.72 另外剛才我們報A股的時候 都看到A股今天的升幅 都挺顯著 主要是中資金融股大動 上午中午收市那一節 也有說過 銀行發佈了2022年 第二季度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在定調上幾乎沒有變化 當中也提到經濟復甦無力 地產風險仍然未見底 分析也相信中國仍然離不開 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 在貨幣政策寬鬆的憧憬支持下 A股的金融板塊也全線大升 帶動護心股市向好 另外勸商板塊也有消息 受註冊制改革的消息大動 所以A股的勸商板塊 今天的升幅很顯著 帶動香港這邊 光大的A股曾經升停板 H股方面 今天也是炒賞 全日升到大約8% 收報5.66% 看看其他的勸商股 中資勸商股 6881升大約6% 中信見頭升大約半成 廣發證券升大約4% 做IPO的3908 中金升大約4% 大家比較熟悉的660030 今天都可以彈到大約4%上來 海通升大約3% 華泰升大約3% 除了中資勸商股之外 內險股 可能A股的氣氛也好一點 內險股也彈了一點 平保昨天撞到43元多之後 今天反彈大約3% 全日收報45元 2628 國壽都升大約3% 全日收報11.72% 最後可以說到手機設備股 有最強的蘋果分析員 天鋒國際分析師 郭明琦 在Twitter發文 預計iPhone14系列的機營 平均售價 將會上升15% 見到A股的蘋果概念股 全都可以升 本港手機設備股 亦有拉升的狀況 最誇張就是優泰 全日升到大約1.7% 全日收報4.85元 2382 衝高了上去 今天單日升大約9% 全日收報121.5元 最高 差不多借近低下收 最高121.7元 瑞昇也有4%的進帳 全日收報15.14元 這次跟大家跟進到這裡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跟大家聊到這裡